国语有生善书 触道轮回祭,主诸先佛为祭公活佛 第22回,触道游祭圆满城宝典,摇池老母设宴庆功成 祭公活佛将,诗曰,触道出头向佛修,轮回路上断源流,从金醒物归家去,苦海无波不再有 诱诗,万教归宗圣德堂,奇书造就化弥方,威额道夜红图展,普祭群生不康庄 盛世,哈哈,今日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触道轮回祭圆满22回 好久没下雨了,今天却突然下起大雨,干涸的池塘,瞬间添满了雨水,鱼儿高兴地在那儿跳跃 触道生存在世上,除少部分成为人类宠儿,受到人道的待遇外,大部分过着非人生活 一生中从来没有洗过一次澡,只有死时那一刻,人们才给他洗个热水澡 不过这种滚汤热水,是要他的命,然后把毛宰割,触道实在太不幸了 今天圣德堂奉旨所著作《触道轮回记忆书》圆满完成,老纳特化了一阵法语干淋 为触道们洗个冷水澡,给他们清醒灵性,延年益寿 虽然看到了一些被法语淋成的落汤鸡,但他们觉得很高兴,因冷水对他们来说,并无不良反应,尤其鸭儿们更是兴高采烈 每日老是在那块小水池中喝臭水,此刻都抬头张口,吸取天鱼 水牛振动一下身子,洗去了许多尘土 虎,豹,狮,像也趁此沐浴一番,这是为触道敬喜身躯与灵台的一铁超声排清洁剂 看恩师今日神采飞扬,弟子心中一为之一热,又完成天赋的一个新使命 新的法传,没有一点微尘,做来舒适万分 虽有少许风浪,但也正好借此风浪推动我们的法周,摇摇荡荡,多么逍遥 看到圣德堂佛案上献贡了五盘硬食鲜果,老纳唾贤欲低,但这是要给圣德堂朱贤生品尝的道果,老纳无福消瘦 现在将这五盘鲜果异议,向朱生说法 一,草莓,草莓生来鲜红可爱,头上威力突出,像个小世家 吃来酸溜溜,又甜蜜蜜,这表示修道人有辛酸一面,也有甜的一面 经过风吹雨打,烈火熬间,才能修成一个红世家的正果 二,莲雾,莲雾粉红可爱,好像一个吊钟形状,吊在半天云雾中 把它放在地上也像个连台,故称莲雾 吃来清甜凉快,这是一个开心果,修道人要常吃此果,才能把连台架在云雾中 三,枣子,此椭圆形的枣子,像橄榄球状 这是一个值得争取的道果 修道也像玩橄榄球,有时争得头破血流,魔道相争,为的是当仁不让 想在道德场,定要把这个道球踢入自己原地 不然被魔鬼争去了,你将成为道场上败场 四,葡萄,这盘还是舶来品美国的葡萄,修道人还有后福,尝到外国葡萄,真是幸运 葡萄像个佛珠,人见人爱 这一串葡萄佛珠,可以念,可以吃,真实用 愿众生口不离佛,则手中知葡萄,自有你的份 若远离无佛,不要吃不到葡萄就口里喊酸,而曰,西天那么远走不到,先逃在天上吃不到,十万八千里的西方,美国葡萄,不是送到你的眼前了,故不要说不可能 五,释迦,这是中间的一盘,也是静果最突出的一盘 众生一生用尽了脑汁,搞得头昏脑胀,最后干枯而亡 这个释迦却在大头上长满了小头,正如一人化作无量人 一头化为无量头,头头是道,故能成就辉煌佛果 这是上品的鲜果,有原者,可以得知 这也启示了一个意义,拜神敬佛一用水果,你看多么新鲜,何况这些供品,最后还是留给人吃了,众生看罢了触到轮回计 神桌上一定会减少了一些荤星,将这些死鸡,死鸭赶到桌下去,哈哈 恩师说得有理,弟子曾在善书看到一则劝素食师,印象深刻,愿在此转赠世人,劝素食师,求神拜佛将吉祥 鲜花水果礼罪当,三生九礼开杀戒,不能得福反祸殃 六道轮回君不信,亲戚朋友转牛羊,谋甲杀鸡元杀子,以君屠诸敬屠娘 观音如素和用酒,佛祖罪祭拜诸阳,神灵多是仁慈心,岂有贪腹宝度长 只有邪道贪口腹,未见正神坏肝肠,劝君默信三生计,一片诚心三炷香 多献财博济贫苦,世代子孙的安康,素食不害无辜命,一年四季保平安 饮得好,这手劝素食师,真是道出拜神敬佛真意,愿世人深深去体悟他 扬生整齐一缕,今日摇池举行圣会,老母召我剑门,准备上联台 尊命,我已一缕整齐,坐稳联台,请恩师启成吧 今日这个联台由你指挥驾驶,今日这个联台由你指挥驾驶 我不敢当,虽然今日这个联台又比已增大了一倍,而且闪闪发光 好像水晶玛瑙一般,看来非常珍贵,但于途不敢驾驶 这座联台,载了我们师徒,著作了三部天书宝典,为天地人及触道开拓了一片美丽原地 故联台日日成长,刻刻增辉,甚而无数的众生跃霸了这三部宝书 了物人生,真修大道,也算是搭上了这一部连车连坐 所以有此非凡道理,你不必害怕,心念一动,向往无极摇池老母之处 连车自然向往而去 真有此事吗? 当然,迷失失度,勿失自度,此刻自无自度吧 恩师既然如此说,我就念动真言,连台,连台 我与恩师要往摇池参加盛会,请您启程吧 果然神妙,念罢真言,连台如飞机起飞 浮在空中穿过无数云层,直上摇摇空中而去 速度太快,眼睛有些睁不开 你可闭目,精神氧气,摇池刹那极致 遵命,我赞闭双眼,前面白光耀眼,一定是无极天了 已经驾到摇池了,我差驻连车,扬声快下连台 会场已坐满诸天圣佛先神,我们快前去攻向老母参加 摇池摆满了圣宴,热闹异常 欢迎祭佛及台中圣德堂圣笔扬声驾到 今日圣会,无担任司仪,二位快随我前行 遵命,感谢吕祖师引导 此为上座,你及祭佛就座 感谢吕祖师,此桌园大树杖,铺上了大红色绒布 上面摆满了各色鲜果及穷浆 观世音菩萨也在座,弟子扬声向菩萨参加 免礼,你们二位今日为上宾,快坐好 遵命,感谢菩萨关怀 今日为庆祝处到轮回祭祝成 摇池老母特开此圣会,席开108桌 索邀皆是三届高真代表,老母及玉帝已经出殿而来 扬声快参加,于儿恭向老母及玉帝参加 善哉,羊儿免礼,快起来坐下吧 感谢老母恩赐 坐在椅子上,看见前面摇池景色宜人 好像一个室外桃源,盘桃树处处翻生 打扮不同的各教圣珍也纷纷驾到 圣会来宾看来好像都已到齐 他们头上都发出圆坨光芒 将整个会场照得光辉灿烂 庆祝台中无极圣德堂奉旨著作触道轮回即完成 摇池圣会开始,全体起立 向老母及玉帝行三居公礼 麻姑带领摇池宫仙女,奏仙乐 及表演霓裳仙舞,全体坐下,开宴 羊儿不必客气,今日圣会全为你举行 因三界高真本为世外之客 早想逍遥之天,无需此宜 今日为使你广开眼界 将此仙景妙月,转告世人 引渡众生向往而来 故开此摇池大会 各教教主,皆陪母座,羊儿 祭佛辛苦你们二位了 此乃天职 于而有幸受老母疼爱 赋予圣职,随师云游人间访问处道 著成劝华宝书,天恩浩荡 诗德深厚,不知如何报答 羊儿不必言报恩 只要再接再厉 向大道前程迈步而去 他年道果无可限量 快品尝这些仙果妙品吧 羊生不要客气 这些都是老母所赐 感谢老母恩赐 这些仙果有者是盘桃 有者像梨子 吃来真是可口生金 方卫绝伦 为什么桌上旁边还摆了五盘 与圣德堂中所上宫一样的水果呢 善哉,羊儿有所不知 此五盘仙果 即是圣德堂佛案上之宫果 献客摇池开圣宴 圣德堂也一样开庆宴 天人此刻合一 你可低头观看 圣德堂之影像不是也在摇池宫前吗 此刻在圣德堂效劳之人口中都充满着甘露 母已引导全体效劳生之源 领来此共参圣会 所以他们会有此种不同感觉 真是不可思议 果然看见本堂全体效劳生之源 灵亦在这里同享盛宴 把这杯穷浆引下吧 感谢老母恩赐 引下穷浆 感觉如胶如漆 一股香润清凉感觉 请问老母 坐上除了各教教主 三观大地及观音古佛 摇池仙童外 上有六位不相识之老者 看来他们都甚有德性 不知是谁呢 轮回人间 对面不是 因你著成天堂 地狱二游记 劝化无量众生 造下无上功德 故天堂游记脚趾时 母赐你之九玄七祖超生 此乃你祖先也 他们受你之功德避应 一年前超生各天修炼 有者在天佛院 有者在子竹林 有者在姚池宫 今日特召六位祖先代表共参圣会 在此与杨氏子孙团圆 感谢老母慈悲提拔于儿 历代祖先 因我排行老么 故先祖面目不适 请先祖们赐量 献客由你祖父在天开言 今日在姚池信惠贤孙 心中无限欢喜 我生前为国尽忠 与日军交战而亡 那时你父正是三岁小孩 家境困苦 你父长大后 刻苦耐劳 一边自耕田地 一边帮人为庸 虽苦而不贪不娶 帮助邻居替人解困 心地善良 尽神拜佛圣前 因我杨家祖先积德 故在苦境之中 天赐佛子 你小时便知随父拜神尽佛 渐渐顿悟旋理佛法 并受先佛开窍通灵 而舍身替天宣化 著作天堂 地狱二游记 编撰无数经书善级 立功立德 今日使能超把我们高升 五位国境中 申士林在南天为将军 今以位阵无极果位 老母赐封为普德真人之位 悉你继续带天宣化 后日玄祖同瞻光辉 遵命 感谢老母恩赐 使我之祖先有此果位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继续品尝鲜果及天除鲜餐吧 麻姑带领群仙女唱霓裳仙曲 正向前而来 手中端着一盘仙桃 献上老母面前 将此仙桃献给阳生吧 麻姑仙子 果然将仙桃端到我面前 摇池盘桃送阳生 大道康庄筑鹏城 感谢麻姑代指及赐果之恩 不要客气 我将这盘盘桃带回堂中 给全体同修共享 今日能顺利筑成触道轮回计 有赖全体同修同心协助 才能有此成果 他们是无名功劳者 有福应该同享 正是圣德堂诸子未参注宝书 素叶匪谢 劳苦功高 母上有一瓶穷姜等 一会由羊儿一起带回赐诸贤儿引用 众生圆灵为母所化 触道今日得运 蒙受老母开恩普度 只要领悟前因 自修其身 不伤同类 皆能转人身 人类更应修身自爱 免堕触道 是朕之愿也 拜神祭典 切勿杀生 神前妙中 以保清净鲜花水果 山江海盐 皆是天地灵气结晶 为静神拜谢高 真为最佳礼品 愿众生 道门修善 人畜非生 善哉 佛本慈悲 众生度尽 方愿成佛 触道后福 今能超生 愿世人多爱护灵性动物 因其有者为众生 前生眷属 故意培养慈悲之心 好好善待之 盼众善奉行 学佛修善 佛果可成 人民爱物 无故不杀 人非圣贤 有过能改 善莫大焉 上帝爱子民 并爱极有生命灵性的动物 动物尝试子民的帮手 犬能守门 鸡能撕沉 牛能耕田产乳 所以人要多发爱心 不要再把有血有泪的动物 钉在十字架 它们一样会复活再来人间 放下手中屠刀 洗净双手鲜血 吃一餐清净素餐 这是阿拉真主的旨意 善哉 圣得慈行 宰满众生 人来 积压亦来 触道轮回既驻成 万家生佛 鸡犬飞生 圣得便执圣主 观音设慈行 子竹因众生 愿苍生观自在菩萨 发般若波罗密多心吧 羊儿快用鲜果 圣会即将圆满结束 圣得堂奉母 一命开堂铲教 为瑶池直属无极法行 传部无极妙礼 大圣佛法 今日触道轮回既驻成 特开此圣会 赏赐瑶池妙品 并赐羊儿与仙人 在此瑶池和灵团圆 愿天下众生阅读本书 要痛切警醒 肃力恶道 免惰四生 投生荒山野外 或困在铁蓝竹舍 或沉沦苦海深渊 生而看仁义而食 死而随人宰割烹食 亦诗人身 万劫难赴 羊儿加勉之 母赐圣德光辉 大道蓬城万里 暂济佛功高无量 为应运度 是无量佛 感谢老母恩赐 道计执以天下为家 不在天上为佛 愿众生学无技功精神 学道修身 才不枉费我与阳生 著作了这三部宝书 今日圣会就此圆满结束 全体起立 向老母及玉帝 行三居公礼 免礼 母赐羊儿带回盘桃 穷江及五盘 鲜果胜得诸子同享 羊儿连台再升三级 感谢老母恩赐 我将这些妙品 带回堂中 给各位同修共长 向老母及玉帝 诸天高真赐驾 感谢老母及诸高真 恩赐于图宝品 扬生快上连台 准备回堂吧 全体向济佛 扬生送驾 乘坐这辆连台 云游三界 载满了度式经书 作为世人精神食粮 今日天上也运来了 盘桃穷江 作为世人肉体之营养剂 可以提神醒脑 延年益寿 走遍天堂 地狱 如今人间走一回 嫉妒无量的众生 触道也搭上了这辆连车 有志一同 和分你我身份 无量受佛 哪论灵性高低 我们都是老母的佛子 同心协力 建立人间净土吧 愿人类从此向善修身 触道由今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记住 祭佛亲切声音 永远在呼唤你们 圣德堂已到 扬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切勿在吃动物 没有动物希望自己被别人吃掉 我们被杀时都知道要逃 何况动物呢 我们受伤很痛苦 何况动物呢 吃别人肉一口 未来的果报就是我们被吃 渊渊相报 何时了呢 我们是万物之灵 我们可以选择慈悲 愿大家天天吃素 吃一餐素 拯救动物一家子团聚 不再让动物骨肉分离 悲气相忘 让我们成为动物的活菩萨 功德无量 愿大家都能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因为吃素可以让我们灵性光明 离开人间后是清净清爽的灵体 请大家一定要看本频道 影片生灵的悲气 或到南天虚原堂网站看善书 祝印生灵的悲气之功德 同放生功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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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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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明镜需要您的时后 多 ander之后 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